历史今天每天为您精选一则重要的慈悸历史足迹 今天我们要看来自菲律宾素物的卡梅与卡梅丽小姐妹 昵称为玫瑰姐妹 在2010年的今天在花莲慈悸医院接受了分割手术 他们两位是臀部相连 首次两个小女孩独立了 那时候他们还不到一岁的大小 那回到他们的家去看看 菲律宾的素物是他们的故乡 一家有12口人就住在八平大的非常简陋的房子里 抱着小女娃的是小女孩的妈妈 她36岁才生下女娃 算是高龄产妇了 这位妈妈其实是很有知识的 因为她是学校的英文老师 可是她赚的钱依旧没有办法改善家里的经济状况 当她生下了两个连在一起的小孩 确实曾经遭到左邻右舍的议论纷纷 所幸这个小村庄的人是认识慈激的 因为慈激经常来这里抑诊 所以就建议妈妈找慈激帮忙 妈妈就在剖腹产后两个星期 自己身上的伤口都还没有好 就来到了素物请慈激能够帮助她的孩子 而花莲慈激医院派了医疗团队的代表前往素物 亲自的为小姐妹评估她们的身体状况 并且告知可能的手术计划 就在2010年的春天 慈激志工陪着妈妈抱着怀里的两个孩子 来到了台湾 来到了花莲 而当时臀部相连的联体因 在台湾是医疗史上的第一例 在臀部的联体因很少 在台湾还是第一次了 大家没有实际的经验 我们这个臀部联体因 它涉及到三颗 一个就是我们小外科 怎么样分割 怎么样修补它的会因 还有它的肛门 对于那边神经外科方面的分割 以及它们的修补 它们有它们的经验 那再加上我们分割完 以及分割前 我们要想到它这个分割后 这个皮肤的缺损 都必须要整形外科 这对小姐妹虽说是连在一起 但是个性迥异 一个活泼好动 一个文静内向 慈激医院替她们制作了 专属的娃娃车 来到京社在手术前 先来认识商人 两个球当作一球 文静 刚才起来的时候 还在床 要睡 这些早上起来 对吗 要完结吗 要伸哪一只手 来 这一只 阿妹 阿妹 这更小 当时要不愿意 在哪里 在哪里 它屏肤够亮晶晶的 都可以 对 我刚刚 好 初婚 这是阿妹 好 在上人的祝福之下 来到了2010年的分割手术前夕 小姐妹都被养胖了 也养壮了 身体抵抗力比较好 就在今天 花莲慈激医院 替她们进行了分割手术 2010年6月5号 菲律宾连体婴玫瑰姐妹卡梅卡梅利 在花莲慈激医院完成分割手术 下刀 好 18 18 18分下刀 手术历经7个多小时 动于20多名医师 由于姐妹两人的尾椎神经纠缠 成Y字型 末端中枢神经相连2.5公分 医疗团队在手术前 召开了10次医疗会议 也速度模拟练习分割手术 模拟手术的那一段时间 我们就把这整个的细节 完全改了决定好了 整个步骤 都是我们能够做的 而且呢 那个 我们也用了很好的影像来检查 这是台湾第9例 花莲慈激医院的第二例 继7年前的第一例的慈恩慈爱 再次引起菲律宾43家媒体的关注 干杯 干杯 回到家乡素物 更是以办嘉年华会的方式 欢迎姐妹们回家 有了独立的自我 她们的成长也更加完整 祝福小人感恩 好 刚才我们看到最后一个画面 是玫瑰姐妹在八岁的时候 所留下来的影像 其实回到她们刚分割完毕的时候 破检而出的她们 才正是满山靴部的开始 因为两姐妹呢 臀部跟背部相连 很久一段时间了 所以她们两位啊 都有严重的脊椎侧弯 而且要做长躁口 所以在分割手术之后 包含了小儿肠胃科 复健科 还有相关的内外手术的科别 都通通进到了医疗团队 要帮助小姐妹 从头开始学走路 这一切真的是非常不容易 但是医护人员 早就把她们两位呢 当做自己的女儿一样的疼爱 长达四个月的时间 而终于到了 她们要回国的时刻了 也是在医护人员 和慈济志工的相伴之下 妈妈带着两个女儿 踏上了龟城 最为特别的是 在宿物这一边呢 爸爸心情更紧张 因为爸爸听到孩子分割成功 阔别了四个月 没见到女儿 爸爸是画面中 这位黄衣服的男子 他一大早天都还没有亮 他就来到机场等待了 看到两个女儿 真的被分开了 而且长大了 爸爸是非常非常的欢喜 而她的妈妈 平常虽然很少言 但是呢 这一次也说出了心中的开怀 从第一队的慈恩慈爱 到玫瑰姐妹 到珍妮杰妮 三队连亭的分割 都表示了她们命运的重生 乖 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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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